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让孩子在学校抬得起头 于是他离开家乡 北上创业 研发出独门的蒜头药膳羊肉炉 搭配当天 现在的新鲜羊肉 完全没有羊骚味 充满父爱的羊肉炉 也终于打响了知名度 冬天就是要吃羊肉炉 不然要干嘛 冷冷的天气喝一碗热热的羊肉炉汤多好啊 都热起来 我准备要把围巾拿掉了 东西就是一定要你亲眼看到 亲嘴吃到才觉得是美味 整盘送过来就是新鲜的 而且老板也会在那边现切啊 因为标榜现点现切现煮 来到用餐时代 丁哥的手没停过 老板可以这样贵吗 我们这现台没切的 我们没人分别人 这种牛肉汤 我们切一切 我们就用汤浪就在吃了 它的都是清的 清汤柔 这样你才能吃到它的羊肉的甜 跟那个原味 不建议吃红烧 它也没办法红烧的啊 冷冻的才会做红烧的啊 刚陪下的羊里姬质地水水嫩嫩 光芒有如红宝石 清蒜就很美味 可以烫到烤鱼 没有 烫到烤鱼 这个冰鱼 我才要吃很甜一块 其实有客人来给我吃吃说 你这羊肉是真的 我们这羊肉都有羊肉 你知道吗 你这都没有羊羊肉 其实我们跟客人说 你冰冻的羊肉吃的关系 你来吃现台的 你所谓不知道现台的味道是什么 老韬来介绍一下 算羊肉的算法 滚的时候 筷子去搅拌两下 尽量不要泡在汤里面 把它翻开 算到它变色就可以了 那时候是最嫩的时候 像这样 非常漂亮 你已经吃到变老汤了 那刚来 为了推广新鲜羊肉炉 兵哥的店虽然晚餐才营业 他可是不到中午就开始忙碌 有盖章 这是合法屠宰的 然后在屠宰场宰出来 就冷藏配送过来这边 我们马上再分切在冷藏 就一路上都有保鲜 严选一年左右的太监羊 肥瘦均匀的肉质还带有Q竞 要维持最佳鲜度 兵哥早就练就一身 跑丁解羊的好功夫 这一块最好吃 这是前腿鲤鲤 前腿鲤鲤 不是要把鲤鲤打扣 对对对 跟进口羊肉比的话 成本大概是 贵它们三到四倍吧 进口羊肉它不是像我们 是种品做肉食的 所以说它大概会用棉羊 棉羊一定是取到它 它没有经济价值的时候 它才来宰杀 而我们这种本做食用的羊肉 当我们就在最好的阶段 我们就宰杀了 吃好的羊肉汤还吃得多 不好吃的羊肉 你就纯粹喝喝汤 这个是真的来品尝羊肉料理的 搭配新鲜羊肉的高汤 给人讲究 在这里吃不到坊间 常见的红烧口味 兵哥坚持清炖路线 以红甘蔗和老姜取代人工味素 带出汤头的自然甜味 大袋很多人都用素层高汤 而我们是慢慢熬煮的 你一天花多少时间要做这高汤 四五个小时吧 因为你这个要慢慢熬啊 这些东西先熬个三个小时 然后再放羊大骨跟整只羊的带皮羊肉下去熬 三层肉跟羊骨头这些有没有 它会就是有一些油脂 它自己也就会比较滑顺 放下去它的油脂就都出来啊 但是它等一下我们这些上面补 可能油脂会把它捞掉 那么要的就是说你把那些油的熬煮汤 里面滑顺的时候感到比较滑顺的 对对对 你看它现在清汤就变颜色了 甘蔗的颜色 这是天然的色录 没白黑的啊 所以说一锅汤要熬四五个小时就是这样 把它的影响慢慢熬出来 对 熬上五个钟头的清炖高汤 质地看起来透明清爽 实际上已经融入食材的营养 再加进养生的蒜头和药膳 就是独门的蒜头羊肉炉 我们的中二材里面有钢龟 蚝子 还有青鸡 党参 还有枸杞 枸杞就是小颗的那个红红的枸杞 它吃起来不会燥热 而且我们颜色煮起来是清淡的 富含焦急的带皮三层肉 精华越煮越融入汤里 让口感更滑顺 细细品尝 还喝得到蒜头的甜 含药善的香 外面点不到蒜头口味的 吃起来不会有那个羊烧味 很好吃 而且你外面吃的那个羊肉乳 它都是一整块的 它不一样 它可以用蒜的 超酷的就是吃那个小火锅 一样蒜蒜锅 超酷的 还蛮好吃的 而且它有切那个 也有切那个薄片有带皮的 那皮煮 煮软以后QQ才好吃的 想来点不一样的口味 也可以尝试冰哥特制的沾酱 有七八种嘛 大概就是最主要的是 豆瓣酱跟豆腐乳 加一点麻油 然后让它提比较香的香味 不然你只有豆瓣跟豆腐乳的香味不够 就是它这样配起来 它不会很辣 因为有些人他不吃辣的 真的是一点点辣都觉得 哇 好辣喔 然后就觉得这个酱不会很辣 然后这样配起来就是很 微辣的 蛮好吃的 就连拌面式的红葱头羊油 明哥也不夹他人之手 这个红葱头就比较麻烦 因为它要不停地翻动 它没有平均受热的话 它下面已经焦掉了 上面还得好 所以说炸红葱头不能离开 就是它顶多是 你这样看 等一下还要翻动了 因为你让它最平均 越平均受热的话 它起来颜色越漂亮 而且越香啊 对 师傅他们下班之后 我就自己一个人就是煮酱料 然后炼羊油 师傅他们还没来之前 就是先处理羊肉熬汤 你有想说要给师傅就好了吗 有啊 可是毕竟还是请的吧 人家来吃来工作 我们不能让人家那么累 累了可能自己做了 对啊 把累人的差事都留给自己 让人很难想象的是 兵哥这双拿锅铲的手 过去只会数钞票 钱这个票不行吗 对啊 每天坐在那里算钱而已 八大行业就是 晚上吃酒 一时就睡 睡觉就是要处理吃酒 再回去睡 一天花掉人家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 一天就花掉五十万 就请朋友喝酒啦 这一些之类的 当时在一起的 大概都跟做八大的一起 然后大家花钱的模式 大概都一样 就夸张到大家在开心去世 朋友只要一开口 他都会把钱借给你去 真的 真的 我跟他说家庭要用 朋友比较重要啊 我做这种行业就是要靠朋友 所以我在朋友有困难 是朋友开口 他已经会想办法 把钱借给朋友 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 现成呢不会这么香啦 像他们就养有起来 倒下去 那就好了 因为红葱头人家已经炸好了 他来其实就不用炸 可是我们 只有一天就是 给客人吃到最好的 最香也最原味 最古早味的 从兵哥专注料理的态度 已经看不出 过去电玩大亨的霸气 会转变全因为这件事 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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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学的时候都会填一些资料 爸妈的行业 刚开始都写商 因为不知道我在写什么 所以我说 我说 只有商能写啊 就是精明事业 总不能说 再做电动玩具吧 我们也知道 做这个不好 当然 老师在问 孩子要学 当然我们自己会比较高 我跟他说 那我们 来做个假托 好了 虽然不懂 但是 我们去尝试看看 以前是 金钱上没有什么缺 现在是 精神上没有什么缺 这原话是 很累 所以大声的道理 小朋友啊 老师都说 爸爸在吃羊肉 有空可以吃我们的羊肉 我们的羊肉好吃耶 哈哈 你知道吗 那我说 你这个时候 要成功 来吧 你这个时候